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播带货 线上线下 双管齐下 销售业绩突飞猛进 在电商已经在每一年 差不多接近一个多亿的销售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直播可以占到了15% 并且它还在持续上升 所以我认为直播是一条非常好的一条途径 可能也是新的这种18番5益的 其中的一番是一定要修炼的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李雨菲 我们来关注新冠肺炎的最新消息 疫情期间中国的零售业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一边是众多线下的商场门店 闲有人光顾 导致实体店的销售急剧下降 而另一面则是网上销售逆势上扬 有些电商在疫情期间的销量甚至增长了四五倍 而且跟以往不同的是 疫情期间网络直播带货兴起 一些直播达人直播卖货网红 网上的产品销售做的是红红火火 这些经验给很多实体店做了榜样 就连那些传统的老字号都开始玩起了直播带货 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3月30号上午10点 北京前门大街吴玉泰总店的二楼 原来的行政办公室已经布置一新 电商直播主播董磊 正在和同事一起做直播前的准备工作 每个细节他们都要反复试验 我要调治一下这料酒 今天做直播的除了董磊还有林泽杰 眉笔口红对于平时不善于化妆的林泽杰 显得有些陌生 即使因为疫情期间直播要佩戴口罩 林泽杰还是给自己化了淡妆 上午10点半直播正式开始 欢迎各位老铁来到咱们吴玉泰的直播间 今天咱们是在北京大师大的前门店 就是咱们吴玉泰的实体店 给大家做直播 疫情期间 北京前门大街行人寥寥 但是这家创建于1887年的中华老字号 北京吴玉泰总店 还是正常开门照常营业 一楼的门店光顾的人并不多 但是二楼的直播平台 进店的网友不断刷屏 直播刚开始 主播们就已经忙得不亦乐乎 欢迎小蓝江波 欢迎老铁 咱们今天是在前门店给大家播 有没有适合疫情期间喝的 桂花茶也好 或者是咱们店里的绿茶红茶都可以 直播刚开始十多分钟 直播间的左下角显示 陆陆续续进来了很多人 在线人数很快就增长到了二本 林泽杰拿出了今天直播中特别推荐的两款茶叶 为直播间的网友们开始现场展示如何泡茶 因为为了让大家便于观赏 是因为你在印制的工程中有一个技艺 有一个专门的有一个技巧所在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词语叫导印 有可能你六印印是因为你选的花质量不好等等 还不是五印的时候质量好 这也不是说一个绝对的 年纪轻轻的林泽杰说起茶叶来如数家珍 原来她是吴玉泰第六代茉莉花茶制作技艺传承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的遗产传承人 但是像这样在直播间和网友们面对面的交流 却只是第二次 工作状态上面是差一点多的 因为做直播我觉得是跟 直接跟消费者或跟顾客 跟我们吴玉泰的粉丝一种直接的一种交流 然后我们平日常日常的工作 是跟产品产业来打交道的 2019年下半年 这家以实体卖货为主的茶叶店 第一次准备过直播的方式 来进行营销带货 这让已经在吴玉泰工作多年时间的 林泽杰都有些陌生 真真是没想过这个 尤其是像我们茶叶 也不是说特别或者是时尚之类的 那种感觉给人的 尤其是我们的老字号 可能老是给人家一种 就是特别传统稳重的感觉 像直播可能都是一种新型的一种 消费或者文化方式吧 就在直播现场 还有一个人面前 又有手机又有电脑 他比主播还要紧张 时刻关注着在线的人数和成交量 他叫郑燕 是吴玉泰专门做电商的负责人 做直播卖茶叶就是他的主意 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就是从最开始 就是觉得特别草根的那种心态 然后真是找不到说 我们怎么才能和我们的那个品牌 调性去结合起来 后来我们第一次就策划了一场 就是带着大家游前门大街 整场的直播下来四五个小时 可是我们平均停留的时长 只有几十秒 后来我们发现这种特别长的剧本 其实并不是很适合直播这种形式 尤其是在基于淘宝的这种平台 是购物平台的一个直播 董磊是郑燕请来的主播 之前在一些电商平台 也做了不少直播 但是给这种老字号的店做直播 也是第一次尝试 心里还挺虚的 因为这种东西 跟我平时所接触的 那些电商上的东西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之前做的那些电商 文玩也好 珠宝也好 那些相对粉丝进来以后 它更需要的是你的这个 直播时候的活动力度 还有这个直播的娱乐性 然后还有这个营销的方法 方式 他们更注重这些 怎么能在直播中凸显老字号的特色 吸引年轻消费者 郑燕和董磊一直在摸索 尝试了很多办法 增加了除了这个 茶椅的这个展示之外 我们更多增加的内容 是都是和这个商品相关的内容 因为我们店铺有80%左右 都是年轻人 35岁以下的年轻人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样的这个想法 还是希望能够用我们客户的这种语言 去找到客户的这个需求 他们第一次做直播 四个小时 只有十来个人看 但是现在直播次数越来越多 每次直播平台的在线人数 也从十人慢慢增长到了百人 最高一次到了七千多人 这次新冠疫情期间 吴玉泰线下530多家门店关停 凭借半年以来总结到的直播经验 郑燕将直播从一周两次 增加到了一周五到六次 疫情期间已经开播了二十多场 每次直播都要四小时以上 所以在3月5号的这一天 我们引导支付的金额是 十万一千九百七十七 十万块钱虽然听上去 对于直播来讲 可能你不会觉得特别的大 但这就相当于平均下来的 其中一家店15天的销量 而在直播上 我们通过四个小时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直播还拉动了 吴玉泰网店的销售 二月份受疫情影响 他们的网店顾客流量 同比下降了百分之九十 但三月份却因为直播 激增了百分之七百以上 还带动了官方旗舰店 将近三百万元左右的收益 在电商已经在每一年 差不多接近一个多亿的销售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直播可以占到了百分之十五 并且它还在持续上升 所以我认为直播是一条 非常好的一条途径 可能也是新的这种 十八般五亿的 其中的一般是一定要修炼的 网络直播早在几年前就很火了 但是以前的网络直播 都是休闲娱乐型的 唱唱歌跳跳舞 打打网游等等 2019年下半年 直播带货开始火起来 在林泽杰看来 这样的销售方式 将它和消费者的距离 拉得更近 通过这两次 两次的直播活动 然后也跟消费者 有一个直接的 一个近距离的 一种交流 然后了解 到底真正的消费者 他是想了解 我们产品的什么问题 到底是口感的问题 还是价格的问题 还是设计的问题 就在吴玉泰直播间火爆的同时 前门大街不远处的大石烂街 这座明清建筑风格的五层楼里 另一家卖布鞋的老四号 也开始了他们的直播之旅 那个把我们大家好 我自我去介绍一下 我叫任陈阳 是内廉生的第五代全城人 这都穿过他 任陈阳面前 摆着四个直播设备 他手里拿着针线和鞋底 侃侃而谈 现场演示九十余道 纯手工工序制作的 千层底布鞋制作机 他是这家老字号的 第五代传承人 下面呢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逢完了以后呢 这个鞋怎么去分 这也是一种 都是手艺了 对 这也是绝活 始建于公元1853年的内廉生 一直以销售传统手工布鞋皮鞋为主 在北京有四家实体店 但是在这次疫情当中 内廉生以传统线下为主的经营模式 却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因为我来十多年了 内廉生从来没关过门 就是往常就即使三十的时候 我们也会开 但可能呢下班会早一点 但就没有关过门 而且呢 真是 不光是我们这个老字号 整个前门大人大这条街 好些老字号都在关门 在内廉生的官方网站上 闭电通知尤其显眼 币电消息更新了八次 从2020年2月2日 一直持续到了3月29日 这就意味着 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实体门店没有经营 导购没有工作 从导购人员来说嘛 正常的情况下 可能这个一个月的收入啊 可能能达到六七千 这是正常的 而这个疫情期间呢 可能这收入就直接减半了 而对于企业来说呢 实际上这个疫情期间 线下的收入就全都归零了 那段时间程序心里很是难受 他在内廉生已经工作12年 不开门心里急 大家现在开始从实体经济 向虚拟经济过渡了 所以也是基于这个 我们觉得应该做出一些变化 要不然就会被市场所淘汰 不想被市场淘汰 就要做出改变 很快程序和同事总结出自己的答法 他们在几家平台同时开了直播间 购物与休闲娱乐相结合 现场互动实务演示 在线答疑 2月25号 内廉生做了疫情之后的第一次直播 任陈阳还记着自己 第一次直播时候的场景 就是好些都没想到 挺意外的 说内廉生还能直播呢 在大家都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 这场直播 我们的销售就达到了3000亿元 实际上虽然说这个钱不多吧 基本上是我们淡季 线下门店的半天的这个销售收入 但是大家依然非常兴奋 第一次试水直播 就让程序和同事们尝到了甜头 也增加了他们的信心 从2月25号到4月初 内廉生在北京的四家直营门店的所有班族 在淘宝 微博 抖音等平台 做了近20余场直播 直播过程中 之前只在线下门店 才能见到的冷冰冰的 布鞋 皮鞋 袜子 文创 通过主播的上脚试穿行走的摩托展示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同时销售收入也达到了7万元左右 通过观看直播的这种方式 购买了这双双鞋子 因为通过这种方式 主播非常地认真 他会非常认真地来讲解这双鞋子 他到底有什么好处 怎么去搭配衣服 感觉比较时髦 比较年轻的这种举动 确实内廉生做的 而且他们又做了很多那种联名 就这种很新的模式 这种很新的举措 我当时最开始觉得很吃惊的 因为我觉得 老字号能这样做的 好像能这样做的 他应该是一个 而且我觉得 他不仅有之前的 很长的很悠久的历史 也在考虑他们的未来 和所有的负责人一样 每次直播 程序都要风风火火地 在直播场地和电商办公室 两头跑 这些对了一人高的协和 就是这天通过直播和网购 要发出去的商品 今天要发的大概有200单左右吧 就是如果要是没有直播的话 可能也就是160单左右 所以增加还是很明显的 程序告诉记者 直播不是疫情期间的权宜之际 随着未来疫情的逐渐平稳 那年生要将直播常态化 在门店里没人的时候 通过直播的方式 在线上给门店进行引流销售 彻底摆脱过去 坐垫等客的经营模式 2019年底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 电子商务已经占到了 我们整体营收的40% 超过40% 而今年开年就赶上这个疫情 我们估计预计 今年的电商会超过一半 在营收里边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标志性的一个事 就是相当于线上超过线下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给老字号企业 不仅带来了挑战 也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商机 如今包括内联生 吴玉泰 百花蜂蜜 同仁坛 屹立在内的多家老字号 都已经做起了网上直播 从疫情开始以来 我们从2月份开始 耗宝直播的商家的入住数量 也比去年同期翻番 然后我们每天的开播场子 也翻番 所以其实整个直播工具的应用 未来将会成为 在我们的商业应用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刷手跟对应的一个 提升的一个手段 潘家园是全国最大的股丸市场 受疫情影响 市场里的5000余家店铺 只开了1000家 尽管已经开始复产复工 但是很多店铺 还是挂着大锁 选择暂停营业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几棵松石 这几棵是我们 我上次去那边净的 那个浴化料的 可以直接当吊坠 然后是那个 也可以就是说当手把剑也可以 看着客流一直上不来 每个商家都很着急 没有灯光不用化妆 就是一部手机 90后女孩谭逆棚 就开始将手里各类宝石 通过手机直播的形式 对远在千里之外的网友 进行展示 小谭在潘家园市场开这家玉石店 已经有10个年头 但是这次因为疫情的原因 一直很少关门的他 这次直到3月17号才正式营业 而即使开门营业后 平常往来的客人也少了许多 现在正常来店里的人 可能一天8个10个就算挺多 小谭告诉记者 以往他大部分的客户都是来自外地 但是现在外地的客户 因为隔离期的原因进不了北京 所以他就决定通过直播的形式 给这些老客户来进行展示 本地人的话都是买着自己玩 拿货的人还是偏少 像外地的他们以前每一个月 都要过来拿好多次货 往年的时候 小谭一个月能有20万元左右的收入 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他本来对这个月的收入 不太抱以希望 但是直播做起来以后 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从17号来到现在的话 基本上出货量的话 20多万吧 有 就是每天平均 有的时候七八千 有的时候一万多 像小谭这样 利用直播来抵消 因疫情影响销售收入的商户 在潘家园还是属于少数 记者在潘家园看到 大部分人还在选择 以往的坐等用户上门的营销模式 在市场里另一边 郭彤彤正在和一家 和田玉店铺的老板商讨着 他们店铺里的几件和田玉的子料好坏 郭彤彤是北京潘家园古玩艺术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主播 他现在所挑选的和田玉都不是他自己要购买的 而是这天晚上 潘家园官方直播间要进行出售的商品 为了对晚上直播间里的网友们负责 他对每家商品都挑选得尤其仔细 除了和田玉 郭彤彤又来到一家出售蜜辣的商铺来进行挑选 像这样从商铺老板这里挑选质优价廉的宝石古董 到潘家园官方直播间去出售的形式 其实早在2018年就开始了 郭彤彤告诉记者 因为潘家园的商品非常特殊 有宝石古董字画等等 几乎都是这种一物一件一物一价的商品 如果通过线上网店出售的话 只能通过照片和文字的形式 无法全面地将商品的具体情况介绍出来 于是他们就想到通过直播 来立体地展示每件产品 而这种潘家园官方直播间的方式 不仅满足了潘家园外地的粉丝需求 在这次疫情期间 也帮了很多的商户带货 使他们多了一份额外的收入 其实我们有好多商户 他们也是手里有好的货品 但是没有开展线上的销售渠道 然后所以就是在疫情期间 也很难把货品销售出去 然后我们也是为商户着急 然后也是希望能够通过 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方式 然后替商户把他们这个好的货品 带到这个消费者的手里面去 时间过得很快 下午4点 潘家园市场就到了闭市的时间 郭彤彤和同事也在直播台面前 做着直播前的准备 哪件商品摆在哪个位置 哪件商品第一个展示 都有他们自己的秘密 然后到中间的时候 咱介绍那个盘子 8点整 直播正式开始 郭彤彤彤熟练地将手底下的 一个个商品通过直播 向大家展示 咱们今天人也上得差不多了 拿个这个小物件吧 给大家拍一拍 好吗 然后有喜欢的咱们就可以参与一下 零元起拍 好吧 没手随便加 现在开始 一个清代时期的一个木雕花板 在一生生的叫价中 直播室的热度越来越高 不一会儿就到了740人 记者在拍摄直播的短短半小时里 潘家园的官方直播 就售出了十多单 近万元的收入 而刘山告诉记者 像这样的数字 在疫情期间 每天都可以轻松到达 未来 潘家园官方平台 准备通过官方直播的带动 让市场上所有的商铺老板 都能破宽他们的销售渠道 同样走上转型发展的道路上 有一个想法 就是有一个线上潘家园的 这个概念的提出来 对 然后有一种平台型运营的方式 然后其实是希望能够 给商户的线下的实体店铺 做一个线上的店铺的拓展 也是为了真正让他们实现 线上线下相结合 疫情期间 很多线下的零售企业 积极行动展开自救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 2019年全年 网上零售额占到了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0.7% 也就是说此前 实体店占有明显优势 但是在这次疫情期间 线上销售快速增长 甚至有业内人士估算 这段时期内 线上零售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 所占的比例会上升到70% 危机催生新的商业模式 线上线下的边界被进一步打破 实体店和网店 这两种零售模式 在这次疫情中迎来了 更深层次的融合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区分 什么是线上和线下 顺势而为 才能转危危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 其他节目 再见 再见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 下转发明 中央电视台财经 卫旦 中央电视台财经 下转发明 中央电视台财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